这一回MC难道真的赢不了了吗 2021年7月27日 迷你和MC的战争将在法院公正的判决下得出结论 而旁定了两个小时后 大多数网友却在双方律师的囤枪舌战中 觉得MC要输 不少MC玩家诧异 这网易到底是不是真心想维护MC玩家的礼仪 而迷你又出了什么绝招 评审开始之时 网易率先出招 还载出了一波精心制作的视频 将游戏中相似的原作物品一一对比 从世界设计到红石玩法 每一件物品都有展示 而迷你就利用网易MC还没有上架的空窗机 利用这些抄袭的元素 在国内快速占领原本属于MC的玩家以及市场 这是一番别有用心的操作 这一番操作无疑是将迷你抄袭MC的证据 完完全全的展示了出来 告诉大家不能说像板 只能说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迷你却有一手大招还没有发出来 首先迷你坚持认为 我只是在模仿 人类的进步就是靠模仿 而法律不保护玩法 你能做我也能做 而最重要的是 迷你世界是一款国产的原创的游戏 但我的世界是来自于美国的游戏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现在又不是十几二十年前 迷你世界之所以能达到四亿的用户 不能够想当然的认为 这就是抄袭的原因 迷你世界承载的不是游戏的独创性 而是上亿青少年用户的创造力 他们利用迷你世界进行无限的创造 这才是沙盒游戏的本质 一番话下来 不少网友都被征服了 仿佛挑不出什么错误 所以才会有了MC赶着要输的说法 总之两边各有各的理 反正最终停审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我们还需要再耐心的等一等 如果是你 会更希望哪一方赢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合成老阿阳也太简单了 我的分数轻轻松松就破钱了 这么ezy的游戏 居然会把阿阳和裤子难倒 这是丢人丢大方 不过这游戏蛮好玩的 喜欢的朋友赶紧加入我们吧